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年前欧豪村村民痛下决心要找回农村自然与生态的一面 这是这一条路以前的景象 然后大家看跟我们台湾很像 水泥打到房子边上 没有任何人种绿梨种树 是不是 那今天改造过的景象就在我们前面 大家看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像这个边上我们看到的虽然很小 这都是可以透水的透水砖 是不是 那因为水下雨它就会长草了 他们以前就停在路边 路边一定要铺上薄油才能停 对 现在这样子 没有车的时候它就是块绿地 有车的时候它就是个停车场 这不是很好吗 有没有看到 那边有台摄影机 因为对于我们的到来呢 外国电视台非常有兴趣 所以特别出了台摄影机来拍我们 所以我们拍它 他们拍我 我们拍它 他们又拍我 它这个透水砖因为现在很湿嘛 所以效果不见得有那么好 不过它示范给我们看 好 这十公升在一个平方米上的水降落下来 没有一滴透过排水管排走了 现在大家就在示范说 如果在博油路边的话 积水会变什么样 它这些水就我们看到水落了 它就一直排一直排嘛 这只有十公升 如果像台湾来一次两万公升 全部都排走了 他们是两万公升全部进到地底下 所以他们要用水冲底下来冲 用地下水 那我们是全部在水沟里 满起来之后就淹水 然后第二天也没水 为什么淹水没进到地下 流到大海 所以你看那边有个铁杂 那这个就是他们早期的 那也是今天台湾的建设 这个他们在四十年前 遭受过惨痛的教训 就是村庄淹水 那这也就是我们台湾目前的困境 有猪耶 你叫我你怕我我怕你 不过呢 这边猪挺幸福的 这么大一块地 就这么两只猪在住 哎呦 跟我们台湾比起来 真的很好啦 好命 这条街是他把它从宽变窄 六公尺的马路把它改成五公尺 多了一公尺的绿带 教授通常来讲 像我们台湾都喜欢 路越坐越大条 他们为什么会愿意说 把这个六公尺 缩减成五公尺 除了绿化之外 还没有什么好处 除了绿化之外 因为路窄 所以车速慢 对不对 车速慢就是比较少意外发生 那因为道路除了运输的功能 其实它还有别的功能 是不是 像道路我们只能人开车 其他生活不能走到上面 没有水 没有躲藏 不利用 所以我们在道路边上 特别流出绿带来 让其他的生物可以走 我们叫做生物绿郎 或者景观绿郎 不仅让人使用 让生物其他动物都可以使用 对 感谢观看